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靠美国的喜欢和表扬 没有坚定的意志 不屈的骨气 就算能够得到美国的喜欢 也只能像日韩一样 沦为美国对抗他国的炮灰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所以对于美国的挑衅 中国除了针锋相对 机遇迎头痛击 以别无选择 中国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仅仅只是中国对美反制措施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进入今年以来 美国针对中国的野蛮挑衅行动 涵盖了包括贸易 外交政治和军事的几乎所有领域 与贸易 外交和政治等领域上的挑衅相比 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军事大国的美国 利用军事优势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已成为了华盛顿政客 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 据《环球时报》最新报道称 近期美空军的E8C作战指挥机 有六次抵近中国沿岸 进行挑衅性飞行 对于美国这种疯狂的军事挑衅行动 中国当然不能惯着它 因此就在美军战机和航母 在南海肆无忌惮地进行所谓飞跃航行自由行动时 7月23日解放军发布封海公告 称部队计划在7月25日至8月2日 在雷州半岛以西海域组织实弹打靶 该公告还特别强调 称此次打靶覆盖范围广 弹药威力巨大 因为误伤误炸的危险性极大 要求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不要擅自出海 对此有分析称 中国军方此举与美军飞机连续进入南海有关 如果美军误入禁区 那么我军也有可能误击误涉 在美国大选之前 美军在南海疯狂地挑衅行为 绝非偶然 特朗普政府显然妄图通过加大 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力度 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冒险等手段 制造外部紧张局势 为自身捞取更多的竞选资本 所以中国军队在这敏感时刻 举行危险极大的军事演习 就是在向美国发出明确信号 如果美国胆敢对中国南海主权尊严 进行侵犯的话 解放军将会如中国政府 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一样 对美军的挑衅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制 中国政府在反制美国挑衅问题上 无需获得美国的喜欢和表扬 同样在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安全方面 人民解放军更不需要美国的喜欢和表扬 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美国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政策 在中国这里是绝对行不通的 一般而言 解放军的演习很少针对特定国家 而是谁来惹事针对谁 而这则通报其实透露出了很多信息 从解放军95180部队的编号来看 这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部队 从演习环境来看 很可能是演习海空拦截 对海打击等科目 从演习范围来看 很可能会动用先进的中远程反舰导弹 明艳人已经看出 就是针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舰机频繁进出南海 航母战斗群在南海海域进行演习 各种侦察机不断逼近中国近海 进行骚扰的现象 除此之外 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是威慑对象 还有一个潜在的威慑对象 越南 演习选在雷州半岛以西 属于北部湾海域 就在越南的家门口 磨刀姿态不言而喻 当美国和澳大利亚先后置信联合国 不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索之后 对越南其实是有好处的 可以借助美国的帮助 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变成所谓争议岛屿 不仅可以推翻自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表态 还可以造成争议的事实 谋求进一步的打算 最重要的是 美日印澳四国军事同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称行 越南很可能也会寻求加入这样的同盟 就如同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一样 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甚至可能牵制住中国解决台海问题的精力和资源 解放军的这次演习实际上也是在警告越南 如果加入到美国阵营 中国对其战略定位也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后果也不是越南可以承受的 南海其他国家其实都在观望中美之间的博弈 他们反对美国逼迫自己选边站的根本理由 在于中国过于强大 加入美国阵营无法确保收益远大于风险 和美国相比中国运用军事威慑能力还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毕竟中国人讲究理字 但是当中国被逼着拿起刀枪棍棒时 那事情就一定不简单 在这种时候 中国已经无法继续韬光养晦 跟别人嘴上讲真理已经行不同了 只有让他们看到真理 东风导弹就是真理 战略轰炸机也是真理 真理只存在于导弹射程之内 当美国将整个国际秩序带入黑暗森林时代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适应新的环境 这也是中国传统给美国的一个明确信号 如果美国执意想要中国成为对手 中国就一定会做好这个对手 据央视防务新观察7月23日报道 本月以来 美国海军打着航海自由的皇子 频频秀肌肉 在南海对中国进行抵禁侦查 和军事演习频率明显增加 先是尼米兹号航母和里根号航母 1月两次在南海进行双航母演习 而后又在印度洋和南海 拉拢其他国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双航母在南海分开后 美军里根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 澳大利亚海军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 19日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同时尼米兹号航母也没闲着 在印度洋与印度海军举行联合演习 分析认为 美方此举挑衅意图明显 剑指中国意味浓厚 另据环球网报道 近期美军频繁派遣飞机进入中国南海 7月23日美军一日之内又派出五架四个机型的军机进入南海 据悉7月22日美军就已派出P-8A反潜巡逻机进入南海 此前的13日、15日、17日、21日 美国空军连续派出E-8C空地监视机进入南海上空 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 美国发布南海新政以来 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再次强化了对中国进行打压的态势 是把中国作为头号的竞争对手的举动 局座昭中也刊文表示 今后四个月 美国会千方百计碰瓷加找茬加约架 用激将法加下战书等挑战的方式逼中国被动出战接招 这都是陷阱 我们应该审时度势 从世界战略格局和国家战略高度去谋划应对策略 运筹帷幄 声东击西 打乱美国节奏 瓦解对方阵营 切记人盯人防守 一对一对抗 局座判断 明年下半年中美关系也会逐渐缓和 但是那时候的美国已经是夕阳西下 到那个时候 再让他跳 再让他闹 也没有这股气势和底气了 经济上也不允许了 看看大英帝国的衰落 就是境界 针对美军的挑衅 解放军早已做好了准备 第一 某轰炸集团 高强度昼夜间训练提升实战能力 据新闻报道 此次南部战区某轰炸集团 训练于夜间二十三十三十分展开 深夜拉动是对部队应急作战能力的检验 而轰溜对于我国远程打击的意义 无需多言 在采访中 该部负责人还强调了 通过加大了训练强度和难度 有效提高了飞行员的计战术水平和作战适应能力 检验了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第二 南海海域海军航空兵超低空突防 近日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牟旅 在南海海域展开实弹射击训练 检验部队对海突击和准确打击能力 近段时间以来 美军在南海持续挑衅 而有针对性的展开对海攻击 其用意不言自明 第三 猎杀在行动 这场海天之战尽如白热化 我军近期针对性展开了反潜战训练 随着东风快递的发展 我军有能力在2000公里内 对美军的航母进行清场 因此来说 来自水下的威胁已经超过了航母 南海海域敌情复杂 美军曾明确把核潜艇派往南海地区执行任务 我军的反潜能力曾是短板 但随着反潜机的不断入列 我军的短板在迅速不齐 接下来 我军的反潜演习将成为常态 别有用心之人 水下的日子将越来越难受 前不久 美国著名社会专家傅高益 在接受采访时有做最坏预测 那就是未来中美很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 而导火索大概率就在南海 事实上这个苗头在之前就已有显现 据美媒报道 美军认为中美两国有可能在2030到2050年之间爆发冲突 他们需要针对此情况重新调整装备和训练 此外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也在不久前表示 中国才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 其次才是俄罗斯 艾斯珀称 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都足以取代美国 我和任何了解中国的人都很清楚 中国有雄心在地区 甚至在全球取代美国 对此中国军事专家杜文龙表示 美国政府这是在用全政府资源针对中国 无论是战略上的挤压 还是和盟国的联合行动 中国一定是核心目标 但正如傅高义所说 中美若真开战 必然是两败俱伤 谁也不会是赢家 而对于其他未参战的国家来说 也同样是灾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